小我和当下时刻 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原始的关系 就是与当下的关系 或者说是与当下时刻不同面貌的关系 也就是说与当下所事或所发生之事间的关系 如果你与当下时刻的关系是失调的 那么这些失调就会反映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和所遇到的每件事之上 小我可以简单的被定义为一个与当下时刻失调的关系 而在每个当下 你就可以决定你和当下时刻要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旦你达到了一定的意识层次 就可以决定要和当下时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你想要与当下时刻为友还是为敌 当下时刻与生命是无可分割的 所以你其实是在决定要与生命发展什么样的关系 一旦你决定要与当下时刻为友 旧的决定是否要采取 第一步 和善地与他相处 无论他以何种伪装出现 你都欢迎他 而你很快就会看到这样的效果 生命变得友善 人们很乐意帮助你 各种状况变得得心应手 只要一个决定 就可以转变整个时刻 但是这个决定需要不断地重复地去做 直到它变成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方式为止 这个与当下唯有的决定就是小我的终结 小我是永远无法与当下时刻一致的 也就是说无法与生命一致 因为小我的本性就是会驱使他 忽视抗拒或是贬低当下 小我借由时间而存活 小我越强 时间对你的掌控就越强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你的每个思想都会与过去或未来有关 而你的自我感就会以过去作为身份的认同 或是借由未来寻求满足 恐惧焦虑期盼后悔愧疚愤怒 愤怒就是这个被时间所经过的意识状态 在功能失调后的产物 小我以三种方式来看待当下时刻 达到目标的手段 一个障碍或是一名敌人 让我们逐一的解释这三种方式 如此 当每一种模式在你内在运作的时候 你就能加以辨认 并且重新做一次决定 对小我来说 当下时刻最多不过是有助于达到目标的手段 它会把你带到看似更为重要的未来 但是未来总是以现在的方式到来 因此未来不过是你脑袋中的一个思想罢了 这样一来你从来没有全然的专注于此时此地 因为你一直忙着要去别处 当这个模式变得更为明显时 当下时刻就被视为一个需要被克服的障碍了 因此不耐烦沮丧还有压力就随之而起 在我们的文化中 这就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的实相和常态 生命也就是当下 被视为是一个问题 然后你就居住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 而除非这些问题都获得解决 否则你无法快乐 无法满足 或是无法开始真正的生活 起码你是这么认为 问题就是某个问题解决之后 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只要你视当下时刻为障碍 问题就会不断地发生 你要我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 问题 生命 或当下如此说 我会以你对待我的方式 对待你 如果你是我为问题 我就会成为你的问题 如果你是我为障碍 我就会成为你的障碍 最糟糕 而且很常见的就是 将当下时刻 视为敌人 当你痛恨眼前正在做的事 抱怨周遭的事物 咒骂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 当你的内在对话包含了 早知道就该和早知道就不该 或责怪和控诉的字眼 那么你就是和本人在较劲 和继承的事实在较劲 你把生命当成敌人 而生命就会说 你要战争 你就得到战争 外在实相 永远是你内在状态的反应 你也因此会惊艳到 外在实相是敌对的 常常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和当下时刻的关系如何 然后全神贯注地找到答案 我是否只把当下当成 达到目标的手段呢 我把它视为一个障碍吗 我正在把它变成敌人吗 既然当下时刻 你是唯一拥有的 既然生命与当下是无可分割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就是 我和生命的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是揭露内在小我 真面目的绝佳妙方 而且可以将你带入临在的状态 虽然这个问题并不能真正的体现 绝对真理 但它是指引正确方向 很有用的路标 常常问你自己这个问题 直到你不再需要它为止 如果你和当下时刻的关系是失调的话 该如何超越它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在你自己之内 在你的思想之内 还有你的行动之内 看到它 在看见它的那一刹那 也就是觉察到 你当下时刻 关系失调的那一刹那 你就临在了 看见的本身就是 扬声的临在 一旦你看到了功能失调 它就开始瓦解了 有些人在看见的那一刹那 会不觉失声大笑 随着那份觉察 你就有了选择的力量 那个选择就是 对当下说是的 并让它成为你的朋友